好,咱们继续来看球啊 这是2024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 八分之一决赛 胜者能够进入到八强 这是我的选手徐斯 对阵的是世界冠军马克·威廉姆斯 我取折球局啊 谁都能打进 并且胜利叫到彩球 直接上手 好,那么比赛为九局五胜制 现在马克·威廉姆斯4比3领先徐斯 这是双方的第八局 那咱们就一起来看球吧 看球的同时大家不要忘了给视频点点赞啊 最好拿一波墙内推荐 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交到中带 中带的话这边可以右举黑球了 推过来啊 把黑球旁边这红球吃掉 这边位置是比较尴尬的 角度向上 篮球又不要点位 那它只能只要一个大角度的黑球了 用黑球来K球队 来,高杆炸球队 看看这个弧线啊 看看这种弧线拐弯的球 到底有多伤 哎哟,气球没打尽 不过后再没撈球 这种弧线拐弯的球 有个长台 长台不打吗 左边那颗 哦 它这边是看到组合球了 中带漏了吧 中带没漏的话 底带也可以 但中带有的话更好打一点 好 粉球也要直接起飞 过来比较一下 叫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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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s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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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想要右举粉球 那么粉球旁边这三个红球优先处理 这角度不错 这角度不错啊 手摆了一个角度 打红 K红 较粉 好 现在调了一杆占点 好把粉球上方的红球吃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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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需要叫一个扎杆的位置 低杆横一裤 低杆横一裤 哎呦 哎呦 还可以 就这颗啊 就可以到这颗 低杆不够啊 刚才 好 回归正规啊 角度先大了一点点 粉球就一点点轻 低杆啊 点进就可以了 对轻轻的低杆点进 分数这边台面还有67 领先55 打进这个红球就超分啊 再多来一个红球超分 那么决胜局 来了吧 在打掉这个红球就彻底 打破打破打破磨灭威廉姆斯的幻想 漂亮 决胜局来了 刚刚刚63 看能不能打个破百 要是为粉球拿个破百 还是挺有意思的 检议紧大利航 希望您能打破破碎 打破碎 给我们点赞 打破碎 额 角度也不错 这就直了 单杆七十七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好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咱们下期接着看最后的决胜局